买单的时候呢 这个榴莲滚到了 砸到我女儿的脸上了 这个是会流发的 还没看病之前 就来好像问我们 来要1000块钱医院费 然后呢 后来就是说 我打电话问过呢 医院里面就是 他说2000块钱已经 营销费已经垫上去了 当天晚上 然后民警两次都来过了嘛 然后在这里协商 他招策要3万 我说我是老板股东之一 对不对 我要去上面反映一下 对不对 我说好不好 我给你给答复 是收银员给他妈妈 他妈妈 手 是不是有个扎带吗 有扎带 对吧 那扎带 监控器都能看到的 他伸手去接 他没接到怎么回事 监控器都能看到 我叫我去瞄准 我也瞄准不了 走法律程序 该多少 我们拍多少 这个是属于一个民事纠纷 是一个侵犯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个民事纠纷 那么如果双方协商不了的话 就可以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 酌情来判断 到底店主这一方或者家长这一方应该承担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责任